那至於潛力股,可以看一下,今天潛力股,剛才正如剛才分析其他股份所說 都是找一些外資不是最主力的股東陣容裡面,外資不是最主力的股份 港鐵最主要股東就是香港政府,很多香港小股民都買了 港鐵相對不算是外資欠得多的股份,也不是中資股 所以在這段來講,比較有潛力,潛力是企穩一點,沒有那麼淒涼 現在看到事實上,最近不停跌,仍然守在上星期的低位置上 所以走勢就算是可以的,所以潛力股今天就是港鐵了 大家留意著,形成的上升軌,事實上是短期上升軌 今天穿過一下都收回上去,所以都有一些潛力,就在地市裡面相對企穩 市好一點,有機會打上高點水平,包括這個,前堂頂助力43 當然啦,43元聽起來好像沒什麼肉吃,但這陣子也是這樣 你真的想帶茶飯嗎?先等一下,這陣子也是這樣吃粥粉麵飯,下面青菜而已 下次再見,下次再見